2023 台北最嗨新年程 台北最嗨新年程2023跨年晚会 12月31号将在市府前广场举行 新一计划区将从12月25号进入交通管制 12月31号跨年当天 晚上7点到隔天凌晨3点将实施三阶段交管 一阶段的管制是在驻驻台搭设的时候 是在今年12月25号下午1点直到27号的凌晨 12年边管制路段是在市府部的东侧五个线道 还有新人爱路的一个范围 那第二个阶段就会接续从7号凌晨 一直到1月2号的中午12点 那整个市府部还有新人爱路都是我们的管制一个范围 那跨年活动的当天会分成三个阶段做管制 那三阶段的这个管制如这个图所示 那范围是会随着时间越接近这个活动的时候 然后范围范围管制会越来越大 那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这个市府周边比较小的范围 晚上7点到8点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涂上所示红色的部分 会在晚上8点到10点 那之后会扩大管制范围 从周达公路四段以南 然后这个 松德路以西这边 还有高复南路以南这个范围比较大 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一个管制 另外在这个跨年市府转运在国道客运 有其他范围的部分 因为它在管制区范围内 我们会把这些国道客运的车量 做一个调度调整 那在联合报的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临时的一个下课 站在往7点到往10点 那等到这个往10点之后 到凌晨3点的部分 整个范围内的这个国道客运 都会移往其他的站位去做一个停高上下课 为了书运人潮 供应处规划三线散场接驳公车 另外还有44线公车配合延后收班 台北捷运则是同样连续42小时不收班 为避免发生类似离泰院踩踏事件 今年增设进空缓冲区 把管制范围往外扩增一公尺 避免发生意外 那今年呢我们一样是两线进场 三线离场 那距离这个会场活动 周边最近的板南线跟淡水新衣线 是我们的进场路线 那离场的路线 从板南线淡水新衣线到松山新衣线 这个周边我们都鼓励 民众可以多利用这三条线来做离场 这个是我们的书运的相关的管制车站 今年的活动主要在士林广场跟101烟火 那在这周边的四个重要的车站 包括四站五站 国富纪念馆站 跟101世贸站 向山站 这四个站是我们离会场最接近的车站 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管制车站 那另外在周边相关比较连近的 包括咏春站 宗教敦化站跟新一安和站 这是属于我们的一般管制车站 另外相关的重要的转程车站 包括西门台北车站 忠孝新生忠孝复兴还有大安站 这几个站是我们重要的管制转程管制车站 我们鼓励这个板桥新庄 卢州松山这些民众 要来的话可以搭乘板南线 那如果是新电中和跟淡水方向过来的 那我们是鼓励搭乘淡水新一线 那这样子能达到两线进场输运 分散搭乘进站 那在整个活动周边 我们也鼓励这个来参加看烟火的这个朋友 民众都可以利用这个周边的几个重要的观赏 包括国富纪念馆站 新一安河站跟象山站 这个都是周边相当好的一个观赏点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就整个区域的 就是在区域的人流人数上面 我们会做一个加浅管制 我们过去一直都有做三级的管制 在我们的出口 在我们的这个闸门口 以及在月灾上 我们的人数会做一定的人数的控制 所以我们会有人去做这个现场的一个管控 那另外呢 我们会在这个区域的人数上 我们加害能力 我们在这个重要的区域加加害能力 让我们的整个容流人数降低 然后呢 也会加强宣打 就是要刚才所提到的 要尽量希望民众能够配合我们的引导人员 不要拖延不要急 因为今年的 不会因为我们其实今年 并没有这样往年去做一个那个管制区的部分 今年就因为疫情比较缓解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 就是依照往年还没有疫情前的一个这样的模式 就是我们不会在 市场前的广场来做一个管制的部分 所以人潮的部分 预计应该是会比前两年还要再多一些 另外北北基计程车起跳价 确定从70元涨到85元 预计明年4月1号实施 计程车运价的部分 现在是起乘70元 那会调整到85元 那里程是维持1.25公里 那研制时间计算的基准 就车速每公里 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 游累计每80秒5元 调整到每60秒5元 那其余的运价项目就维持不变 那预计是112年4月1号 德烈金同步来实施 那第二个就是春节加价运价的部分 那我们的计算标准就是以国定春节年假起始日 往前加三天 那到春节年假最后一天止 那每趟次加收30元 等跟今年的部分是一样的 那112年春节加价的期间就是从112年的1月17号 到1月29号 总共是13天 交通局表示虽然12月31号是假日 但依往年经验跨年晚会前后 北市各主要干道仍会出现较多车流 呼吁民众避开塞车路段 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